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谈这一个假设性思维里头的第三项,就是完成性的假设 好,一开始我也帮你做个铺垫,就是来联系再上个回合呢 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一个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这个的意义 那它就是目的要来产出这个一个实现计划 好,让我们的梦想,这是梦想 然后呢,Reality呢,就成真 即使这个Vision是空中楼格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基把它建起来 而且把这个楼格支撑起来 那么这个空中楼格就不再是空中楼格了 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个愿景能够把它实现了 这个愿景就不仅仅是梦想而已了 而且它已经变成真实了 就是未来的真实了 所以实现计划呢,是要创造 未来的这个真实 但是在今天 能然它只是一个梦想 好,那现在我们讲这些东西 就是要来让我们的梦想成真 OK 好,那么在梦想成真之前 我们要先对这个梦要能够做得很逼真 这个对愿景要能够想象的很逼真 也就是苹果的老板所讲的 要洗洗如生 要达到这个境界 洗洗如生这个境界 那我们要达成这个境界呢 我们必须要全脑运用 就是要 左脑要有完成性的假设 那么跟右脑呢 来做搭配 然后成为全脑的一个运用创新 就可以达成这一边的一个逼真的目的 OK 那我们在上一个回合当中 已经讲了一项两项咯 我们现在要来讲这个部分 怎么创造全脑创新咯 OK 那做法呢 就是让左脑 让左脑来跟进右脑 对不对 让左脑来支撑右脑 所以呢 我们就会训练左脑 做完成性的假设 OK 那我这边用文字来做个说明 我们想完成 想实现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让我们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先确实的 去观想 最后成功的景象 去想象这个成功 OK 我们要把梦 做得很逼真 做得栩栩如生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全脑并用 历史呢 就是让左脑具有完成性 假设的思维 来支撑右脑 OK 历史上公认最继全脑创新思维的人物 就是达芭芽 就是达芬奇咯 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的这个作者咯 这个画家咯 蒙娜丽莎的微笑很漂亮的咯 那他怎么画出这个经典 这个流方万事的这个作品呢 他说我们要彻彻底底的想清楚 而且要先想结果 先想这个终点 OK 那就是全脑创新咯 好 那我们现在来对左脑右脑来做个简单的介绍 这里头呢 在这一个心理学呢 在医学里头呢 这个研究的非常非常多 我这边只是帮你做个简单的说明呢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咯 没办法为你做完全的一种说明 但是我尽量的 很简单二要的 让你能够领悟能够了解 一种就是impossible vision 就是没有事实的 目前事实无法实现的 譬如说 你想在这个三年后 然后呢 赚这个5000万好了 赚5000万 那么很多人都马上告诉你 你现在还在开出租车 那你三年后赚5000万 那每天都忙着开出租车 并不是开出租车不好 而是因为这个太忙了 OK 每天都开12小时 你哪里有可能赚5000万 所以就叫impossible vision 所以一般人会称为叫空想 幻想 这位幻想 或者是空想 好一点听了就叫梦想 OK 就叫impossible vision OK 那么左脑能够推理出的叫 possible vision 看样子呢 你在三年后可以买一辆新的 这一个车子啦 三年后可以呢 现在很用心的开出租车 那么三年后呢 可以呢 买房咯 可以买房就可以娶老婆咯 所以买房跟娶老婆 这一个是pass for vision 然后 起期 对不对 就是pass for vision 那这个是 有事实可以根据的 那么左脑呢 就很擅长 所以左脑呢 常常会告诉右脑 你不要做幻想啦 不要想这些有的没有的 还是脚踏实地吧 求死求死吧 OK 这就是 尤其呢 华人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 左脑 这个不太相信 右脑 OK 那是在一个英国人呢 他是一个 量子力学的专家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第三智慧 这个在台湾有这个翻译 他说华人呢 他是一种 模拟式的 一种思维 不是 欧式的那种 阳式的推理式的思维 他擅长过去的事实 来模拟 来模拟 比如说 这个过去呢 我的经验 在斑马线上停车呢 在这个台北市是没问题的 假设啦 这个 所以呢 今天我也是认为应该是没问题 对不对 那么上次这样做都很OK啦 那这一次呢 那就很怪啦 为什么不OK啦 这就是在我们心中里呢 常常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擅长逻辑推理 那还有一个书中里头也集了更多的例子 他说 这个华人呢 他在判断 斑马线能不能停车 还有这一个 政府的门口 前面可不可以停车 他就看 很多人都停 所以我就停了 所以呢 到这个某个城市呢 看到 诶 譬如说越洋市 OK 我个人去越洋市 一看到 哇 怎么 怎么这个人行道上面都在停车呢 那我就想啦 应该没问题 因为大家都停 所以我也停 应该没问题 那 这个洋人的想法就 这不是这样啦 他认为说 诶 人行道上面 不太可能停车嘞 这个不合 这个不可规矩 不合这个交通规矩 所以他是一种RUAL BASE 他是以RUAL为主的 就是叫做洋人的 这个RUAL BASE的一种推理 然后呢 这一个 华人是擅长用Network 就Neo Network 这种类比式的 当然 这是第三智慧这本书所写的咯 所写的 好 那我们就来 看看这个左脑 左脑呢 他能够Cover的范围就在这里 这是左脑的范围 他能够从现在 从现实 然后推到这个可能的这个愿景 可能的愿景 可实现性的 比如说现在开出租车 所以呢 三年后可以买房 骑老婆 这个没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推论 他非常的有兴趣 也非常的 会踏实的 去把每一个步骤 都把它厘清 让他呢 这一个变成是可行的 那只剩下 你要不要做而已 只剩下要不要做而已 OK 就要不要做 就用心来决定咯 就是左脑呢 给心的这个贡献 这每一步 我都非常的 踏实的 把它规划完毕啦 那么 请问 你的心 要不要做吗 要不要下决心 就等待了 下决心而已 然后这个右脑呢 手范围就比较广啦 哦 这整个都是 我现在虽然在客出租车 这个明年呢 开飞机 这个后年呢 娶两个老婆 OK 那这整整的 都是在这样想 OK 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叫做不可行的 不可能的 连这个违背法律的 都可以想 那这个就是右脑 这叫做天真浪漫 的想法 这个叫做 务实的 想法 这叫务虚的想法 OK 务虚的想法 那 这一个 这边来讲 有时候呢 不太容易下决心 所以要有 很大的决心 对不对 要有很有勇气 还有破例 还有决心 甚至还有毅力 恒心 等等 都要具备 才有可能去挑战 这样的一个梦想 挑战这个梦想 OK 好 所以呢 右脑 他会对这个梦想呢 非常有兴趣 然后他会 觉得呢 可以把它想得 栩栩如生 但是对走脑来讲 他完全 对这个没有想象 不敢想象 但是 他对于这个 possible vision 却能够提供出来 非常和逻辑的 一个步骤感 非常具有可行性 的一种路线 OK 然后呢 这是 刚刚所提的 这个第三项 智慧 特别强调 华人呢 他比较不擅长 有类似的一种 长城的推理 所以呢 在全脑思考上面 要特别的下功夫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依照 如果这个第三智慧 这本书 所讲的是真的 那么 华人呢 比较 就可以推论出来 华人比较不适 不擅长 全脑思考 所以呢 我们特别需要 这个完成式的假设 来呢 让这一个 右脑 可以引导 这个左脑 的这种长城的 逻辑推理 所以呢 西方自从呢 亚里士多的 柏拉图之后 就大大的增强了 他们长城的 逻辑推理能力 所以呢 左脑 就可以支持 右脑的想象 那么 这右脑的成长 带动了 左脑的 跟进的成长 就出现了 许多全脑的思考 跟创意就出来了 那就是 达文西 就是最典型的 一种 这一个人物 那么由于 由左脑的 Pasper Vision 推到眼前的 必要工作 那就是 没有问题的 左脑 很擅长 把这一个 从现在 到Pasper Vision 的一个步骤 讲得很清楚 然后呢 逻辑很严谨 那右脑呢 他能够 从这个梦想 推到眼前 这个路线 也很清晰 只是 逻辑呢 常常会串不起来 逻辑会常常串不起来 所以才需要 左脑 来 帮右脑 把这个逻辑串起来 OK 好 那么 这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这一个 当我们是用 左脑 去想象的路线 是走这条 那当我们 从右脑 想回来的时候 路线 却是不一样的一条 不同的一条 那这里头就是 让我们的 心 决心 你要走哪一条 你要选择一条 稳定可靠的路子 还是选择一条 这一个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未知的 不明的 这个逻辑不通的 其实路线已经很清楚 但是 还有很多 断断续续的 这个逻辑 还有待厘清的 还有待窜接的 甚至呢 还有一部分 根本现在 没有计备的 没有计备的 知识 没有计备的 那么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两种 两种思考 一种是 比较偏向 右脑思考的人 他会 比较走这一条 偏向 左脑思考的人 会走这一条 OK 那我们现在的目标 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目标 希望能够走这一条 希望 不要走这一条 希望左脑 会来 跟着右脑 走这一条 OK 走这一条 然后呢 让左脑的 一个逻辑 这个 engine的逻辑思维 能够来 厘清 这个 帮右脑 厘清 这条线的 一个点点滴滴 然后把这一条线的 很多逻辑 把它串通 把它建立出 很 厉密的 一种逻辑 而且把 unknown的东西 给把它找出来 结果呢 那么 就可以呢 让我们 这一个 得出一个计划 就是实现 这个梦想的计划 叫做实现计划 OK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一个 我们在这里头 所要谈的 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在 A段架构思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 独特不同 以重不同 独特性的 还有能够 带公司 走向未来的 都是 大部分在 这个位置 所以呢 需要有 A段架构思 进来 来厘清 这个vision 厘清 这一条 连线 厘清 哪里是 unknown的 那么 这样可以 弥补 这一个 大家都往这边 走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一边 变成了 一个 大家常常都会 想往这边走 但是 A段架构思呢 有能力 可以引导 大家往这边走 那么提供 给 A段的 决策者呢 更多的 这样的想象空间 更多的 决策空间 更多的 选择空间 所以呢 这一个 像这个 大家都要想 三国的时候 要想 这一个 这一个去 统一天下 去统一天下 但是呢 孔明告诉大家 三分天下 他们三分天下 OK 因为 其实来讲 在 以三国来讲 大家想象的是一个 更是 无法达成的 Impossible Impossible Vision Impossible 而且还要加一个 Impossible Vision 就是 当皇帝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想 从这个地方 能够 上去 但是他 找不到路子 所以呢 孔明告诉他 走这一条呢 再上去 OK 就有可能了 所以呢 有时候 如果你从孔明的角度来看 这一个想象 右脑的想象 反而更能够实现 这一个真正的 具体的目标 OK 好 那我们现在 了解了 全脑思考 对不对 的一个好处 的一个用意 那我们现在 来了解呢 我们该怎么做 来练习一下 所以人的右脑 擅长 追求假设性的目标 就是 还没有事实根据的 就看起来 还是 一切都是八字没有半培的 还是很不靠谱的 不靠谱的 所以呢 这一个我们称为叫不靠谱的 愿解 这叫靠谱的 OK 所以他具有一个重要的用途 重要用途 让引导人们去探索这个未知的知识 结合已知的 就能够得出一个实现计划 就在谈这个 就是说 虽然这一边 这一个可能实现看起来那没什么机会 但是呢 他会引导我们去找出这个 unknown 这上一个回合也提到过了 就是会让我们去找出这个东西 找出东西之后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他就变possible vision 这很重要哦 很重要 就是impossible vision 那是因为 在目前掌握的reality 对不对 掌握的reality 之前 这个是impossible 比如说 人家说 娶一个老婆呢 胜混都三十年 比如说 好了 我现在开出自车 那么 我想要赚五千万 那么 这看起来是impossible vision 但是 话说回来 有一天呢 吴亦宗再到一个 这个可爱的姑娘 然后谈起了恋爱 吴亦宗呢 发现 他是付加钱金 所以呢 这一个 就可以呢 换工作 去做别的事情 或者是说 开出自车 还兼一项 其他的工作 真的 就赚了五千万哦 所以呢 这一个 因为 他 这一个 就是说 他本来是想三年后 才娶老婆 对不对 开出自好好开 三年后 买房娶老婆 对不对 那现在为了要赚五千万 所以想说 哎 搞不好 我可以先娶老婆 所以呢 就会注意到 当我车子里头 有多少 漂亮的姑娘 我喜欢的 所以呢 就跟他多了解 今天 聊完了之后 哎 果然谈起恋爱来了 果然啦 还不到三年 就赚了五千万 所以呢 啊 这个想到 要 要交女朋友 想到 要谈恋爱 所以呢 这是原来是 unknode 原来是不敢想的 原来 后来 因为 有了这个愿望 所以就 开始想了 想一想之后 果然 这个 有原来的 impossible 就变成possible 走脑 就觉得很合理的哦 OK 所以走脑就会跟进了 所以厂长有时候 走脑的跟进 是因为 会不断的发现 这些unknode 的一个 所带来的 一个效果 OK 这就是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断的 引导人们 去找到这个 unknode 找到unknode 之后 他就 让左脑呢 有的 更踏实的基础 可以让左脑呢 能够 逻辑上 能够建立的 很扎实 所以左脑 就会跟进 而且呢 整个计划 就会变得 非常的扎实 OK 那因为 左脑 常常按部就班 习惯于呢 这个完成下一步 才会想下一步 所以左脑 常常无法跟进 来支持右脑 因此呢 人们就常常 从现况 衍生 来 这个 要求左脑 来做 完成性的假设 然后 让左脑呢 可以强力支持 右脑 来寻找 这个梦想 那 寻找梦想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 这个发现 ano 就是原来不知道 原来所不知道的东西 然后呢 把这个 你知的 知识 再加上 未知的知识 然后当成 这个左脑 推论的 新的基础 因此呢 原来逻辑不通了 因为有了新的事实出现了 所以 逻辑就通了 所以左脑就跟进 而且呢 让我们的计划 更为踏实的哦 因为有更多的逻辑来支撑咯 OK 那么 原来的 impossible vision 就变成 possible vision咯 所以一旦我们心中做一个假设 就是 教这个 我们如果 心中有这个假设的话 那我们就会要求 这个左脑呢 继续走下去 就下一步 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 左脑 就会投入到下下步咯 然后 他投入到下下步的时候 又告诉左脑 下下步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 他就会投入到下下下步咯 一直下去 一直的循环下去 在右脑的带领之下 左脑就跟随的 走到 遥远的未来咯 遥远的未来 去找到更多的事实 找到更多的新东西 找到更多的逻辑 然后让这个梦想就直见的成真咯 这就是所谓的全老思考咯 那么这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公认最集全老思考 就达芬希咯 那有一个作者呢 就为他写了一本书 说明这个达芬奇的其中天才 他说 我们要这个 看出来这个不相干的东西 把它联系在一起 那发展这种能力 那这种组合跟关联 就是来自这个 彻底的想好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全老并用 然后把这一个 impossible vision 变成possible vision 那么就是这样先考虑 这个impossible vision 然后呢 这个想清楚的 然后再把它倒推回来 找到很多新的unknown 新的未知的事物 然后新的逻辑 然后来把它 这个组合起来 把它变成是可行的 所以impossible vision 就变成possible vision 就变成一种创新咯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帮你做个举例咯 OK 这一开始我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始先用右脑 深刻的去观想这个结果 OK 但是这时候 左脑可能还没有跟进 所以呢 这个只能是对愿景做清晰而已 但是逻辑呢 还没有搭配起来 所以就要开始展开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因为要找出那一条连线 你要自己要先找出一条连线 走手右脑 要先找出一条连线 才能够带动左脑嘛 所以呢 那我就是以我的例子咯 这是我的创意 这是我的愿景 那这个现在也是 做得还不错 这是内容创意在云端 捆绑销售在终端 就是走的叫做客厅配件市场 做的像智能地毯 配合电视 加上微信 能够把这一个家里有小偷的时候 他透过电视机 透过互联网 传送到家人的手机 类似这样 那么想来卖这个家庭的配件 客厅的配件 OK 所以呢 那现在叫reality 然后这是vision 那这个右脑已经 对这个愿景很容易抓得很好 所以呢 对右脑来讲 现在这个愿景是很清晰的 现在是很清晰的 所以呢 右脑就开始逆推了 开始往回推 就推出来了 这个 这叫backward 就是逆推 backward的一个思考 然后推出来 我要什么样的商业车类 这是用右脑推出来的 那推到这一步 但是这间都还没有串起来 所以很清晰而已 但是逻辑推理 因为左脑还没有跟进 所以逻辑推理还不踏实 还不踏实 但是右脑已经很清晰了 那左脑还在做别的事 他不来支援 没关系 左脑继续努力 而不是右脑继续努力 所以右脑呢 继续往回推 我要实现这种商业车类 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产品 我要做这个客厅配件市场 那么我要做出的是一个智能地毯 我要做出的是血压剂 做出的是跳舞毯 做出的是摄像头3D的等等的 OK 这右脑呢 就可以想很多 但是呢 因为左脑没关系 所以能不能做 有没有钱做 有没有技术做 通通通是空的 没关系 右脑继续努力 所以右脑继续 回推了 再推到 那我要开始做软硬整合了 在这个软硬整合的产品 所以呢 那我要 把这个软硬件 都把它弄 都理解了 都要软硬件的人才了 等等 开始在想 那到底怎么样子 去做软硬整合 到底要哪里找人 这个通通通 走脑都还没有跟进 所以呢 还是空的 但是右脑已经很清晰了 因为它清晰的是什么 这些东西是通往这个梦想的一个可行的路径 可行的路径 所以呢 因为走脑还不跟进 所以右脑继续努力 所以右脑继续努力了 然后再把它推到 哦 右脑已经把整个基本的架构 的这个想法 在脑筋里头已经 已经建构出来了 建构出来了 但是 这些要用到很多技术 很多现实的平台 比如说 用到硬件 你要用到的 比如说 要有这一个跟微信对接 要有微信的安全模块 那么微信 就安全模块 能不能拿得到 那它的接口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都是空的 为什么 因为走脑没跟进 没跟进没关系 这个右脑继续努力 终于推到现在了 推到现在 所以呢 就推出来一条路线 所以呢 就告诉大家 如果呢 有这一条按照这份走 就会到达这个终点 就会到达终点 好像有点走迷宫一样 走迷宫呢 先从这个出口 先走走推推推推推 之后 那告诉人家 我找到一条路了 可以通往出口 OK 好 那这是第一阶段 叫做优脑 的一个观想阶段 还有 这一个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的阶段 但是这个时候 整个这个计划呢 还写不出来 因为你逻辑还没有串起来 所以需要 走脑来支持 所以呢 那需要 需要有这个 走脑的完成性的假设 来支持 所以这样子 右脑就可以引导走脑 那走脑呢 不要否定右脑就是了 那如果这个 完成性的假设 训练不够的话 那么走脑常常会去否定右脑 那 右脑就引导不了走脑 走脑不跟右脑走 那就没载啦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 当这个左脑越即有这样的思维 那么左脑就越会跟右脑走 OK 那这样子就越能够全脑的思考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左脑 左脑只能想一步 你告诉我 叫做设计 我就开始去想 我要去哪里找人 我要去哪里找模块 我要做什么接口 我要不要跨平台等等的 哇 左脑一大堆 要什么工具什么人 要找这个高老师 当这个架构师等等的 一大堆 这些都是左脑在想的 这个时候 左脑会停留在这里 他就不想跟右脑走啦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心就告诉右 左脑说 这里已经做完了 假设 这是一个假设 事实上 还没有做完 但是假设一下嘛 所以 左脑一听到说 这里完成了 有人来帮他做完了 所以左脑就没事做了 所以左脑就可以往下做了 就告诉 告诉左脑说 这一段呢 有一个高人 高老师帮你做完了 所以左脑就说 那我没事干了 所以左脑就往下走啦 就走到这里啦 所以左脑就开始想 这一个软硬整合啦 要怎么做啦 要多少硬件啦 等等的 要做什么产品 开始在思考啦 开始在思考啦 这更详细的 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腻的 所以呢 又开始在想一大堆 怎么样子 从架构设计走到这个 软硬整合这一段 哦 所以左脑又限制在 在很多逻辑的细节啦 那么他又不想 不想很快的就跟进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又要告诉左脑 说这里已经做完了 所以左脑呢 听说这个软硬整合又做完了 所以左脑就说 那我没事干了 所以就继续做 左脑就继续想下去啦 那想下去呢 左脑又掉进这里啦 我的产品有什么创新点呢 我要怎么去实现 尤其他会掉进去How to里头 会掉进How to里头 那如何去达成这个创新呢 哦 好多细节哦 用什么人 用什么物在什么时间点 人事时地物花走到钱等等 都是左脑在想的How to 这个时候呢 他又陷入在这个陷阱里头啦 他又不跟 右脑走啦 所以右脑又告诉他 产品创新 这How to都想完了 想完了 所以左脑呢 那时候那我没事干了 开始就往下想啰 那左脑又开始想 如何做客厅配件市场 那万一这个市场反应不好怎么办 万一呢 这个组建厂商 像电视机厂商不配合怎么办 万一呢 这个政策上有所限制怎么办 等等哦 那如何达成又限制 先进去How to里头啦 所以左脑又掉进去又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又没空去跟随了右脑 所以右脑又告诉他 这一棍已经做完了 OK 所以左脑呢 那他就说那我没事干了 我就去走下去了 所以呢 就找到走到的愿景咯 这些都完成了 那左脑就开始在这边想 我当这些都做完了 那我的愿景达成了 OK 那我就很高兴了 所以这个时候左右脑就回在 在继合会合在这一个愿景从此呢 王子公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OK 那这就是叫做培养左脑的完成性假设 目的呢 就是要达成全脑病用 能够实现这一个很好的这个visualization OK 就是达成呢 这一个确确实实的观想 让愿景呢 在我们心中 喜喜如生 OK 喜喜如生 OK 是这样子 达成这个目的 OK 那达成这个目的呢 就可以来 写完整的实现计划 因为每个阶段 那个左脑都会逐渐的 再来把它细腻化 把它的逻辑 把它弄通 把它的未知 很多未知的事情 把它抓出来 所以呢 到第三个阶段 各阶段都很清晰的逼真 他的样子呢 喜喜如生 站在我面前 所以到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 然后在 不只是这个阶段 每一个小阶段都会变喜喜如生 所以你看 假如说 在我们 把MAC做出来之前 其实这个样子 已经喜喜如生 站在我们面前了 那这就是 因为 左脑有这个完成性的假设 所以呢 在V型阶段 也很清晰了 因为左右脑 在一起了 那么 再推回来商业策略 因为左右脑 在一起了 所以他逐渐会把找出更多的 unknown 然后呢 把这个 unknown 把这个已知的 加上未知的 然后提供给左脑 左脑呢 来做更完密的 更严密的邏輯推理 所以呢 这个商业策略阶段 也很清晰咯 再推回来 这个产品创新软硬整合阶段 也很 也很清晰咯 这些每个阶段 都因为全脑的变用 所以呢 都变可以很清晰的 栩栩如生的出现 然后架构设计 也能够很栩栩如生的 的出现咯 所以呢 整个一系列的过程呢 全部都是 全脑并用 把每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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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离得很清楚咯 每个阶段 都栩栩如生很逼真咯 那接下来到最后 那推到今天 那我们今天该做什么 就要让 就可以做出我们的决策 可以让我们的决策呢 未来 具备高度的未来性 为什么 这些所有的决策 都可以让我们 梦想成真 那能够让我们 梦想成真的 对我们未来现在的决策 对这个梦想成真有贡献的 那么都是 表示我们的决策 具有高度的未来性 好啦 那这整个过程就走完了 走完之后 现在该做什么 给你猜猜看 OK 现在呢 应该开橡并庆祝了 OK 好 那这一个 大家就很高兴啦 因为前途光明 然后呢 有可实现的计划 然后呢 左右呢 大家 都计较 在这一个 呃 愿景 这个成功 这个成功的景象 然后呢 也有可实现的计划 所以呢 这些计划都是靠谱的咯 原来的 impossible vision 现在 已经在人人的心中里头 都变成 possible vision 剩下的 就是去执行而已 只要去做 梦想就成真了 OK 好 谢谢你 那就先讲到这里咯